长照2.0计划明年元旦将全面上路 为了因应原住民族文化特殊性 将设置长照2.0原住民专家 强化原乡部落照顾功能 而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全国原住民人口约有55万多人 55岁以上的长者只有9万多人 其中新北市的主人长者就有6500多人 未来包括在照顾员人力 薪资 培训以及长照资源 如何分配和规划 都会区的族人有什么样的长照需求 请锁定本周六晚间7点半部落大小生